一条高人气的矿业铁路 一座传奇的黄金山城 交织耀眼璀璨的柳金岁月 聆听台湾的矿工之歌 欢迎收看经典的TV 大家好 我是《经典杂志》的总编辑王志宏 在我们的《毕渡台湾》 这一集将大家带到了一个 台湾过去的一个柳金岁月的时代 就是台湾北部的一个矿业的一个兴衰型 那谈这个矿业的一个发展 有两位来宾人在我们现场 第二位是来自新北市市地黄金博物馆的 洛熟荣 洛组长 洛组长 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洛熟荣 东吴大学日本语文研究所硕士班 2004年6月起服务于黄金博物馆 现为新北市黄金博物馆教育研究组组长 这一篇的一个传述经典杂志的英琪 英琪 您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赖英琪 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毕业 现为经典杂志转述 沿着台二县滨海公路前行 瑞芳水南洞的山路上 横躺一群巨大的废弃厂房 在群山里散落着铁轨 坑道等遗迹 百年前 这里是名声响亮的黄金山城 金瓜石矿区 附近还有九份矿区 官方统计 金瓜石和九份两地的黄金开采总量达100公顿 是台湾最重要的黄金产地 坐落于金瓜石矿山的新北市黄金博物馆 保留本山五坑采矿坑道 并局部开放180公尺的新旧坑道 以纳向模拟当年的采矿作业流程 馆内陈列珍贵的矿业史基 还有韬金体验区 让民众实地韬金 台湾的韬金始于清朝 1897年 日本引进现代化机械采矿设备和技术 开始大规模开采 整个金瓜石矿区 由上到下 共开凿九个坑道 坑道总长600多公里 深入海平面以下132公尺 早期以黄金为主 中后期转为铜矿 由亚洲第一金属矿山美誉 谈这个流金岁月 实在是很过瘾的一件事情 因为台湾过去曾经有很棒的黄金 这个吸引了很多的外来的强权想要的际遇 所以谈这个流金岁月 你跟观众朋友带到的地点是哪里 这次我们采访的地点是在九份 金瓜石还有水南洞这个地方 这个部分是谈金矿 这个故事我们还有另外谈到的煤矿 所谓的黑金 黑金的部分我们有到了平溪 侯同 这些地方去做一个采访 金瓜石九份这个区域 从过去的一个曾经有过很棒的一个称呼 什么小上海等等这些龙井 到现在反而变成是吸引了全世界的 来台湾旅游避台的一个地方 他也是拜过去的那个 宫崎庆的电影之士是不是 九份这个地方其实是因为 过去有所谓的一个悲情城市 还有恋恋风尘这样的电影 带动了当时的一个国民的旅游风气 到了后来又有日本宫崎庆神隐少女 所以现在到了假日 其实游客非常多 那其实那边的交通都会变得非常浮测 如果说假日我到九份去玩 其实我会觉得好像到了国外 因为常常会听到日本游客讲日文 然后韩国游客讲汉文 那这时候还有一些 来自欧美国家的一些游客 所以会感觉其实不像台湾 台湾这个过去曾经是 这个黄金有个盛况 这个盛况你给大家帮观众朋友 稍微简单地说明一下 是是 在发现金矿之前 其实金瓜石九份 还有水南洞 其实人烟很少这样 那可能有早期的 比如说汉人移民到那边做一些 就是种植水田或是茶叶这样子 那可是一直到1890年 就是那时候台湾巡抚刘明川先生 他因为要学习西方的这个科技 然后就是决定要建筑一个 从基隆到台北端的这个铁路 然后偶然之间 就是新竹铁路的这些工人 很多人有人是 曾经在美国旧金山或是哪里 曾经采过掏金过的这个经验的人 对 那很偶然就是在这个基隆河床 发现 逃到金 对 逃起到 对 金山 那以他的经验值就是说 在这么下游的地方有金山 那上游肯定有山金 所以他们就硕西而上 硕西而上很快就是在两三年后 先发现九份的这个金瓜矿床的路头 我们称之说这个金矿脉 露出地表就叫路头这样 然后隔一年马上就发现 金瓜石的大金瓜这样 因为两个路头的这个成因不太一样 那一个称之后小金瓜 一个称之大金瓜 开始引起了这个安静的一个山城 一下子变成一个黄金山城 所以它产金就开始变成 韬鲸客聚集之地 那这韬鲸客聚集之地的时候 从游民传之后 后来变成到日日时期的时候 又是另外一种转变是不是 其实日本人统治台湾之前 他已经知道台湾北部 有产金这件事实 所以他事前工作 其实已经做好了 所以1895年一同治 然后隔一年马上就发一个 台湾矿业规则把这个很大的 这个矿山我们分两区 然后分两区就是分别交给 他们信任的这个日本的商人 御用商人因为关系好 那他们那时候不准就是台湾人 就是除非你有日本国籍 不然的话你不可以取得矿权 所以就是日本人在 就是在 对 在这两个地方 那这两个地方呢 因为矿卖虽然很近是隔壁的 可是它的矿卖因为生成原因不一样 然后金的品味也不太一样 那就是可是大家没挖也不知道 所以就是刚好运气好 这个就是取得金瓜石矿山矿泉 这个它的这个金的品味非常的好 那酒份稍微差了一点这样子 然后所以就是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就是后来的经营 就是影响到他们两地 后来不同的这个经营形态 然后也造成不同的这个聚落 或是甚至人文的这个特色都不太一样这样 日本人把从基隆山为界 一化为酒份跟金瓜石 分成不同两个的矿区 所以金瓜石还是以金为主 到最后酒份就开始金就没落了 它就开始变成 因为黑金煤矿就出现了是不是 金瓜石呢就是先发现金 然后它大概七年之后又发现铜 它就从金矿山准变为金铜矿山 那不管是金或铜 它都有一个很长一段时间 非常辉煌的一个时期这样 那它大概有两次高峰 一次大概1910年代左右 一次在1930年代 那特别是1930年代那个时候 它在水南洞 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衣址的地方 就是它盖了一连罐的这个 选链矿作业的这个大型工厂 那时候报纸有灯 它就是东亚 不是台湾本岛而已 就是包括日本 日本国内在内的这个东亚 第一贵金属矿山这样 对那九份的部分就刚刚讲的 它因为金矿品味没那么好 那可是它因为没有铜矿 它就是金跟银这样子 那金矿的状况大概也是 失起失落这样子 那它那边煤矿的部分不多 可是跟金花石一样 其实都有会 或多或少会有一些煤层 那煤层最主要它们是用来做动力使用 对那主要的煤还是在九份的后山 比如说现在侯同的地方 对才是主要的产煤地这样 是听懂实际上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发展 听起来上次所造成曾经繁荣一世的 所以有什么小上海支撑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这个请我们引起来跟观众朋友们 有没有会议一下 九份是一开始是藤田主 那金瓜石是田中主 两个日本企业分别去经营 那后来到了比较后期的时候 九份可能藤田主认为说 九份这个地方可能金矿品质不是那么好 那可能他也觉得已经挖完了 大概没什么利润可以赚 所以他那时候后来又把他的一个矿权 卖给当时一个汉人叫严云年 那在汉人严云年的一个改善的经营下 反而就是跌破大家眼睛 就是反而又开采出了更多的一个金矿这样 那两个地方其实他的一个开采制度不太一样 那九份这个地方因为他是汉人 那也许汉人相较于日本人来说 可能更有一种那种应景的打拼精神 所以他其实又把九份分成了 大概有八个比较小的一个矿区 他分别把这些矿区去乘租给其他更小的一些采矿公司 那这些采矿公司又再发包给一些更小的一些厂商去做采矿 就有点像是那种封建制度 对对对 长包的感觉 长包的感觉 对对对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九份是涌进非常多汉人的 因为汉人其实也可以在那边采矿 所以大家都是想要发财 那聚集到那边 所以那个地方开始物价也变高了 那很多骚人默客或是一些建议都到那边去做一个发展 所以才会有人说 那个地方以前是非常蓬勃发展 很像小上海小香港 是因为我过去曾经有过好去几个地方的 像采宝石 采这个地方去采访过 我觉得那边就听你这样一描述 九份曾经是对一些寻找希望的人 那这边希望能一夜致富的 所以它当然是有报复的人 也有失败差雨而归的人 应该是自己在一起 所以繁农的盛况或是那种人潮若溢的状况 可以想象得到 那后来呢 可是再相对来讲 那金瓜石这一块呢 在日本人的经营下面 它是截然不同的一个组织 金瓜石的部分 主要都是由日本人去做一个经营跟规划 那整体来说它是一个比较 比较有系统 比较整齐规划的去做一个开采的一个动作 所以跟九份的一个情况是差异非常大 那甚至说两地的一个居民习惯 或者说一个建筑的一个特色 其实都有一些蛮明显的一个差异 像金瓜石的话 它相对来说 它是以日本人的聚落为中心 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 那九份的话 它可能是比较 可能比较 对 延伸出来的 对 延伸出来的 那可能会觉得它乱中有趣这样子 对 所以这个是有趣的一个 也是因为不同的民族性 跟不同的一个组织的一个方式 部落的发展就不一样 对 那还是问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真的这两个地方 黄金都没有吗 对 这个秘密大家都非常想知道 对 然后因为其实在黄金博物馆成立前后 因为我们那边的土地 所有权是属于台糖公司的 台糖公司其实它也有接到 比如说像澳洲 或是哪里的碳框等等 因为他们可能用 比如说卫星 对 他们可以看不同的岩石 他们觉得这边应该有可能 对 他们可以看到地底下或是矿卖 或是做什么样碳框的推测 那他们觉得金博物馆其实是很有希望 就是说以前误认为以为可能没有的地方 可能再往下挖一点或是怎么样 它还是有很丰富的印藏量这样 那只不过大家没有不敢贸然做这些事 毕竟台糖它以前没有开矿的经验 对 那矿业公司也结束了 那地方的居民反应是怎么样呢 我们有问过其老 其实他们是反对的 他们觉得以前采矿 就是一种怎么讲 很辛苦的工作 然后再来就是采矿的时候 你一定要开挖地表 你现在看到这个绿油油的山景 其实是会不见 那虽然说比如说科技会改变 我们可以用更环保的方式 或是怎么样 那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抹去过去 对那种环境造成的大影响这种 是 是 是 对台湾的过去的 矿产的一个发展史上 还是常常有一些栽变 这个栽变还是有造成 除了是人命的一个损失之外 它自然也破坏得非常的大 所以有 其老会反对 我是非常的意外 这个是 我们那时候也是很意外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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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觉得还发现说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大家对现状反而比较满意 所以对过去所谓的流金岁月 还是蛮高兴让它一而就不再 但是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我们过去所谈到的 水南洞下面这阴阳海 过去在我们那个年轻的阶段 都认为那是一个污染的指标 所以当时搞不清 那个公司已经没在做 这污染指标 后来发现它是一个误解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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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采矿刚结束之后 就是其实政府有在想说 针对这个地方的污染 做一个整治 那可是地质专家学者 就出来说明 就是说它其实就是一个 自然的地质现象 因为金瓜石地底下矿床 它含有很多类似像 黄铁矿这样子的流化铁矿的矿物 那它因为长期的这个冲刷之后呢 它会产生氧化还原 然后会造成这个铁的催生 然后所以会形成酸矿水 那酸矿水当中它会同时产生一种叫做 三下铁粒子 这比较就是比较精进化学的东西 那它这个三下铁粒子的东西 浮在海面上它就是黄褐色 那你跟你这个海水的正蓝色 就刚好就是非常明显的对比这样 是 是 那这种东西也有人反对 他就说那你如果不去开矿 你不去搅动你不去烦扰 它就不会出来 对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否认这种说法 那毕竟就是说它就是属于自然现象 因为这种酸矿水是自然存在的 像地方居民他们也不会去饮用 或者去洗滴 还是用山泉水或是自来水 沿着基隆河岸缓缓上行 时而险峻 时而平缓 火车行过山洞 跨过铁桥 再进入人口密集的十分老街 这是台铁人气最高的平溪线铁道 每年吸引一百九十万人次的旅客来探访 平溪线起点三凋岭 中点金铜 全长十二点九公里 铁道的前身石底线 是1921年台阳矿业公司 为了运输基隆河两岸开采的煤矿所铺设 沿途各站都有大大小小的矿坑 线煤厂和洗煤设施 1960年台湾煤矿一年总产量四百万吨 其中一半就来自平溪 矿坑工作粗重危险 因此坑内都是男性的天下 坑外粗工和矿车驾驶 则是由女性担任 这辆1939年从日本引进的电气化小火车 外号独岩小孙 煤矿停产后转型观光小火车 吸引日本铁道迷前来朝圣 矿业的一个发展 在你现在的角度来讲 在跟我们的读者说明这段过去的 先人那个毕竹史的时候 自己有什么样的企图 再跟人家再多讲一些 做了这篇的报导故事以后 我会发现 台湾其实过去 不论是金矿或者是煤矿 其实都有非常丰富的一个历史 台湾人在这方面的一个关注 可能没有那么多 那比如说是在 比如说举喉童猫村为例好了 喉童这个地方 其实过去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煤矿 那其实这个地方也是因为当初采煤 所以才慢慢去兴盛起来 可是现在大家提到的喉童 可能都是提到猫村 那可能大家去的喉童 只去猫村 那不去看当地的一些 比如说那边也有煤矿的一些博物馆 或是一些现存的保留的遗址 那这个部分可能大家都比较不问不问 那我觉得是非常可惜 因为其实这个地方过去 其实有非常丰富的一个故事 那有很多的一个矿工 都有曾经在那边去工作 那留下很多的一些讯息这样 那是觉得说大家可以 多关心这一方面的一些 过去的历史故事这样 这次在将一个喉童放进来的时候 就是从过去的 从金矿之间在谈到的煤矿的一个发展 它等于是在北区的这一块地方 它似乎可以变成新的一个 观光业的产业链 可是我想最近的游客去看这边 这三地都分别都会去看 是不是这个现在的状况 煤矿的话它有一个平溪线 就是说一路从金矿到平溪到石棺这样的一条线 那这条线的话 大家主要都是在看当地的一个地方特色 那到那边其实都是在放天灯为主 煤矿的部分可能大家的关注没那么多 那在九份金矿石的部分的话 一样也是很多游客会到那边去做拍照打卡去旅游 可是其实我实际到那边叉叉了一遍 会发现其实也有很多当时开采金矿石 留下来的一些设施 可能被荒废在那边 那可能大家也没有去注意到 那我觉得是有点可惜 比如说我这次有去那个斜坡的一个锁道 那它其实有点是掩埋在那个荒烟漫草之中 那其实很多人也都不知道 那我觉得其实就有点可惜 那如果说可以把那个整个地方去做一个 三家去做一个规划跟整理的话 我觉得在未来 其实它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卖点 那其实也可以让更多游客去了解当地的一个历史 比如说在水南洞旁边的那个18层的玄框椅子 其实它现在也是有点算是荒废在那边 那当然它其实可能是有些危险的因子存在 可是我是觉得说如果说 那个地方可以在三家去做一个整理的话 然后重新开放给游客去参观的话 那我觉得其实会卖个历史 是 听起来对 以前从小时候每次经过那边都对那栋建筑物 这样的斜坡起来都产生很大的神秘 变成很多拍电影的一个外景的 必拍的一个所在地 那现在还是因为产权的问题吗 还是怎么样 目前像刚刚一起讲的就是水南洞悬炼场 还有后来的这个斜坡手刀 它其实陆陆续续在2007年 还有2015年左右都被指定为这个 新北市的历史建筑 它就属于文化资产了 那所以文化资产它会有 可能是真的历史建筑 真的古籍不同的这个要求 那它现在这个 这两处的文化资产 它的所有人是台电公司 那你说那个地方 因为它斜坡很斜 它是真的快要到45度这样 对 然后悬炼场的话 它加上它后面的这些烟道什么的 会有一些以前的流化物 比如说生这个问题 残存的问题这样 那所以它这个是 可能也是台电或者甚至博物馆 不是我们的专业 可以处理的地方这样 是 我想它在公安上面 就很麻烦了 是 是 是 可以变成是一个历史建筑 对这些拥有者来讲 真的是有点像烫手山群 是啊 可以想象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怎么去维护它 怎么去让它活化它 这可能都不是现在这个台电 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来处理 那我们再回来谈到 我们这次的旷业这样的主题 在台湾是一个本来 我们过去认为它实际上是一个地小 然后但是没有什么矿产的 但实际上这个黄金这个地方 就是曾经是维系了很多人的 让人家眼睛一亮 那刚刚也谈过这个 大家不应该再一开采 但是这个黄金梦 还是很多人在做 但是所以我看看那个 每次都有一些像愚人精这样的问题 这很有趣 以前去那边都会看到 人家在卖这个愚人精 这个也是过去吸引一些 涛金各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骗人的一个方式是不是 这个愚人精可能就是 只有像我们这样外行 才会被骗到这样 那就是像当地的老矿工 他们都会笑着跟我们讲说 这种就是骗不知道的人 就是骗不知道的人 因为它黄铁矿 它就是跟金矿脉一样生成 就是金矿脉里面会有不同的矿物 那包括黄铁矿 那黄铁矿它为什么特别 就是让人家觉得吸引 就是它外观也是一个量层层的这样 那感觉难道是黄金吗 会有这种错觉这样 可是它其实有经验的矿工 他们就知道就是说 你只要拿那个去磨一下 它的粉末是黑色的 就不像黄金它就是橙黄色的这样 所以它就被称作愚人精是这样 是 了解 对这个毕入台湾这一次在北区矿业 这样的发展史 从过去真的是劳力的密集 到现在是变成脑力的密集 那让台湾的一个产业的转型 我想这个区域做出一个很好的示范 那如果人有这样子当成赚观光柴的时候 我想也是台湾一个很棒的地方 因为它不会再伤害整个大地 这个是我们觉得是一个蛮值得来庆幸的指标 所以殷琪还有什么东西要再补充的吗 九份跟金瓜石 那还有喉童品析 我觉得这些地方它过去的一个历史 或者说它留下的一个文化的一个遗产资产 都是非常宝贵 那我觉得说台湾人在看看国外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多多关注国内的这些 很重要的一些文化名词这样 对那就是唯有了解我们自己的一个过去 那幻影未来跟现在 我们才可以更了解台湾的一个历史脉络这样 那我也觉得这也是那个地图台湾人 所想要传达这个独特的一个历涵 是 我们给几秒钟给黄金博物馆宣传一下 是不是 好 我们想说因为框叶遗址 我们这个地方设了博物馆之后 那当然大家很容易跟九份搞不清楚 那我觉得这个我们博物馆有一个责任 就是说因为我们一直希望是说 游客来博物馆之后 你把它当做一个橱窗 就是你去百货公司看一个橱窗 那你可以知道说这个保护公司有哪些楼层 有哪些地方可以逛 那我们希望是说我们未来可以 就是再更新我们的长设展 那让游客不管你有没有时间 你先进来看一下博物馆 然后你可以知道说你接下来有空 或是你哪一天有空的时候 你可以到轩人洞去到九份去 可以走这样的路线 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看一下这个地方的美这样 而不只是比如说上山来我们喝个茶 看看海景就没了 那你背后这些山里面的故事 或是它的街道或是它的人文 其实还很多的 是 实际上我们很高兴 这次大家一起把这个故事呈现出来 在过去的这些地址照片 你收集也是谢谢你的博物馆 帮我们提供了很多很珍贵的一个资料 那我想就成如刚才殷琪所讲的 比如台湾实际上是过去 但是我们更着重的希望借由过去 我们看到我们的未来 谢谢我们的洛组长 谢谢你的殷琪 欢迎下周的时间去收看我们的经典 大TV 经典书灾六月号种树的诗人 农民诗人吴盛 栽种了许多台湾的原生树肘 他将爱树的心念化成了动人诗文 邀请你我将生命种成一片树园 发展新墙来机场 diagn兴近 高速的很有朋友 街坑 开发展新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